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范形接口的一个使用 也就是说把范形定义在接口上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来,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好,来一个DEMO4 让它来一个CENERIC Celeric Finish 然后呢,Ctrl V 然后我们现在演示一下这个范形接口 这个范形接口呢,咱们就 在这里面演示得了 说要我有这么一个接口,Interface Interface 然后呢,叫做Inter Inter这里面呢,它有个范形,叫做T 然后呢,我这里面也有个方法 叫做Public Void Show 然后呢,来一个T 来一个小T 那么在接口边上加了一个范形 这叫做接口范形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找一个类去实现这个 Class DEMO I-M-P-L-E-M-E-N-T-S 实现了Inter I-N-T-E-R I-N-T-E-R 好,实现Inter 那我在实现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指定了一个Suite 那大家来看啊 现在我实现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中是不是有抽样方法 我需要对抽样方法进行什么 进行重写 那个Ctrl加1 好,继续重写了 重写完之后 SSO 散音机 那么大家看啊 当我去实现这个接口 指定了接口的范形之后 我在重写这个方法的时候 那这个方法的范形是不是就跟我这个指定的范形是一样的 因为你这里面是T 它是不是也T 那我在这里面实现的是指的Suite 然后重写之后 是不是应该也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Suite 这是第一种方式去实现这个接口的方式 这个能理解吧 我在实现这个接口的时候就指定的范形 然后呢 方法里面使用的这个范形都指定了 变成它这个类型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式 好,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怎么做呢 class Demo 它来个 简化 MPLEMENT MENTF LE 然后实现这个Inter Intel 来看啊 我这个Demo 这个类 设定了一个范形 然后我实现这个接口 它也有个范形 我并没有去给它指定具体的类型 然后我重写这接口里面的方法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来一个SYSO反应这个 好 这是第二种实现接口范形的方式 那么你说这两种我们更推荐用哪种啊 哎 有同学肯定说的是这种 其实我告诉你更推荐用的是这种 推荐用这种 为什么推荐用这种呢 来来看啊 我本来这个类呢实现一个接口 就是想去扩展一份功能 对吧 那我没有必要在实现你的时候 给我自己又加一个范形啊 不是什么类都需要加范形的 那加了范形其实也很麻烦的 因为你每次创业对象的时候 你还要在它边上去指定一个范形 不在 这能理解吗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实现你这个接口 我是有目的的 我就是要做某种类型的一个比较 或者做某种类型的一个预算 那比如说 我实现这个接口 就是要做比较的 那我要比较的 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呀 我自己是不是已经知道 就要比较Street的呀 那我重写方法的时候 是不是就比较Street 自不刷就可以了 能明白是吧 所以我们推荐用的是这种 没有必要 你在实现一个接口的时候 给自己还要加一个范形 好 没有必要 没有 没有必要 在实现接口的时候 给自己自己类加范形 好了 这是第二种方式 这是第一种方式 我们推荐用的是第一种方式 这就是接口范形 我们如何去实现它 好 这个值点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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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